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NoteJ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现成模型与事件循环 看起来像是非常枯燥的一刻 说对了 它就是比较枯燥 咱们看一下真实点 为什么 因为NoteJS的编码 它比较特殊 您如果不理解它的编码特点 不理解它基于事件循环的机制 不理解它基于回调的机制 咱是没法要用好NoteJS 所以我觉得还是开一个基础概念课 给您讲解一下 案件支点有两个 第一个现成模型 第二个事件循环 现成模型 是咱们现在一般服务器开发语言 所用到的任务处理模式 就是现成模式 第二 事件循环 这个是咱们NoteJS所特有的模式 其实不光是NoteJS 以前的α7 2.2的时候 还是基于这个现成的 等它到2.4的时候 就基于事件了 为什么 跟咱Note学的 提高服务器端响应的效率 好 咱们分别看一下 咱们先看一下 什么叫做现成模型 比如说 咱们最常用的Java 用到Tomcat 对不对 咱们比如说 有个生产环境 有个公司 他想开发项目 用Java 一般都是什么 一般都是Apaq加Tomcat Apaq负责处理静态的资源 Tomcat负责处理服务器资源 对不对 那么好 咱们就说处理服务器资源 比如说有一个客户 他发出了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比如说这个login login.gst 可以吧 或者说login.serialite 可以吧 那这也就是说 来一个请求request 那Tomcat怎么处理呢 Tomcat在服务器端 他会开出一个县程 干什么 就专门处理这个用户的login 这login 比如说可能要读文件 要读数据库 可能还要再做什么SSO 什么这个单点登录等等 他又占用很多的服务器资源 那这个时候 服务器端呢 是在处理 用户呢 是在等待嘛 对不对 那当服务器端都处理完之后 把处理的结果 就是这第三步 把处理的结果返回给客户端 然后服务器端的资源释放 内存也释放 然后呢 再等待下一个请求 基于县程模型的处理栋式呢 永远就重复这三步 来一个请求 县程处理 开县程处理 处理完之后 返回客户端 县程释放 首先说是非常合理嘛 对不对 但是他有什么问题 当客户端有大量的请求过来的时候呢 服务器端占用的资源会比较多 用户等待时间的会比较长 这是他的问题 所以说 Node.js把这个地方改掉 改成什么 改做叫做 No blocking 也就是说 事件循环 咱们看一下 Node.js是怎么处理这个 这个问题的 好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Node.js服务 在服务器上运行起来 然后 还没来请求了吧 还没来请求怎么办 他先开一个内部的 事件循环 或者叫做事件 event loop 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一个县程 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来请求 比如说 Login.jsp 这JSP也不讲话了 Login 然后是一个Node.js的一个服务 一个URL定位 对吧 来了这么一个请求 那么 该怎么处理 大家注意看 这第三步 他把用户的请求 放到他服务器上对链里 然后呢 就不再处理你了 不理你了 然后呢 他在等待用户的下一个请求 换句话说 三完了之后 又回到二 你不来了吗 行 我知道了 走 扔到对列里 他不管了 他接着再等其他用户请求 然后呢 在对列当中 比如说读取文件 读取数据库 再去操作 那这个对列处理完之后 把你这个Login的 所有的请求 都处理完之后 再该怎么办 发生一个事件 就是说 我做完了 什么叫做完了 在扎了脚本 或者说在NodeJS里面的 实现叫做Coreback 回调 都处理完之后呢 他回调回来 NodeJS 他回调回来了 那么呢 把处理完的结果 第四步 返回给客户端 然后呢 结束这次请求 整个过程呢 都是非阻塞的调用 没有说 我在等数据库 我停留不管了 不会 NodeJS 就这么一个县程 他在不停的 处理用户发来请求 然后呢 把用户所需要的资源呢 放到队列里去 交给队列去怎么做 他就不管了 他接着等待下一个请求 这是NodeJS的处理方式 他这样的话 因为他是非阻塞的嘛 所以说呢 服务器运行的非常的通畅 呃 这个是他先进的地方 这也是α7 2.4呢 所基于这个 事件循环的理念 所开发出来的新版本 像现在我们这个生产环境 用的都是α7 2.4嘛 对不对 或者说用NGX 也是非常快 有机会 我再给您开这个课程啊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 我呢 对于这个 线程模型 以及事件模型的概念的讲解啊 呃 不知道您听没有 没有啊 不过有朋友说 你这地方讲的不对 或者说你地方讲的 有些个意义 没关系 您给我留言 咱们呢 一起来讨论啊 好 基于事件循环这个模型 就是这么多 呃 然后呢 咱们下期开始呢 正式开发Nodejs的程序 然后慢慢呢 你会接触到 如何进行这个非阻塞的编程 如何回调等等 都会在今后的这个变码过程中呢 有所体现 呃 另外咱们看一下 我这还有一张图片 这个呢 是对事件模型的一个循环的一个讲解 示意图 呃 跟我刚才说的呢 完全的一样 有机会的朋友呢 呃 有时间的朋友呢 可以看一下 好 以上就今天给您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然后视频呢 推荐您使用YouTube观看 当然我也会往优酷上上传啊 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咯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